Scarf 這個字的母音在AR 發成R的音C發K 所以這整個字就念成Scarf Scarf Scarf 是屬於可數名詞 我們中文翻成圍巾來 我們看英文解釋 A long piece of something A piece of 是一條一根一枝的意思 加上一個long 就是很一長條的 Clothing 衣物 這個衣物這邊 從前面省略掉了 Which is worn Worn 這個字這邊是過去分詞表被動 它被繞在一個人的neck 脖子周圍的 那個就是Scarf 就是所謂的圍巾 這個圍巾 英底要提醒同學的是 它的單數是Scarf 它的複數 注意是念成Scarf 要把F去掉 變成VES 形成所謂的它的複數形 那英文裡面 名詞 F結尾的 但是它的複數要改成VES 還不少 來 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順便來跟同學稍微記一下的 最常見的是LIFE 生命 一條命 兩條命 對不對 可以變成LIVES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WOLF 是所謂的狼 變成 複數就變成WOLVES 妻子 太太 老婆叫做WIFE 很多的老婆們 叫做WIVES 還有所謂的 所謂的Knife Knife我們知道 它是刀子的意思 對不對 它的複數就變成Knives 還有很多 Ending在這邊 就先舉這幾個字 來當作例句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去翻翻字典 好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例句 With the cold outside You'd better wear a scarf to keep warm With 則是有著 表示附帶的條件 好 現在的天氣 外面的天氣 是冷的 cold You'd better 這個You'd better 是You had better的縮寫 你最好為一條 Scarf 為一條 圍巾 目的要幹什麼呢 to keep warm 來保暖 保暖的英文 我們就唸成 Keep warm 好 所以這個字 我們唸成 Scarf 名詞 圍巾 Lun